欢迎收看赵华与阿格力的VIP版 这次呢 一样是YouTube每个月会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怎么样来回答我们VIP网友的问题 那也给VIP网友看到 我们这个你们的声音背后 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件事好不好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回答 好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来穿的常常是不同调 虽然我们的想法一致 但是上一次我们公开的时候你是穿的很清凉 我穿着毛衣 大家都说是不是造化感冒还是怎样 没有是那天我讲的好像有点热 把衣服脱掉 今天是我 来来来你看我今天穿的 你看 是不是很应景 因为我们在录的时候刚好今天日本拿到冠军 看到你这个帽子好想要出钱 把你买下来 把我买下来把你的帽子买下来 结果只是要买帽子 买帽子买给我老婆 给他惊喜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VIP网友的问题 好我们通常会打开我们的APP 好他说哈哈是我啦为什么会这么瘦呢 好像很瘦的样子 他说我是前阵子问美股ETF的阿姆斯特朗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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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全民实在是太吵 我有背 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 快笑死 好太长了懒得打 最近因为工作因素没有什么看盘 哇因货得服务今天 久违打开一看发现之前59块钱买的中芯店 1513为何涨到快破百了 这也太幸福了吧 请问是有什么利多的因素在吗 听说公司有稳定接台电的单想要长期持有 目前这价位还能继续加码吗 这个问题大灾问也是很厉害一个问题 那先说其实我们给的都不是买卖建议 而是一个买卖的逻辑 那逻辑这种东西是通用的 你就看你说你自己持有的股票 符不符合这个逻辑的论述 那首先还是要蛮恭喜他 因为他50几块买的 代表一定是去年买的 今年是没有这个价格的 不是而且重点是你讲了很多次中芯店的分析 他都没有看 特朗炮没在注意你在讲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就算有听 他50几持有的 让他看板看到 长到七八十了 已经赚了这个三成以上了 又莫名其妙在网路上搜寻 停利的方法 又看到停利的方法说 如果你的这个获利是你的 鼓励的几倍 你在讲我吗 我有常常讲 没有就是这个是一个通则 但是呢 每一家公司的状况 状况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像中芯店来讲好了 中芯店 他为什么可以涨到现在快100 因为他去年的EPS 有5.2 所以如果你一家成长型的公司 其实常常本益比到20倍 成长型的话 可是你看他本益比给的比台积电还高 你会觉得有点20倍好像差不多 会觉得怕怕的 100块好像差不多 一定会有这感觉 确实 所以如果是我 没有持有这张股票的话 在他这种本益比的状况下 因为以前中芯店我们看一下本益比河流图好了 其实呢 没有到这么高啦 过去基本上 很长时间 在12倍以下都是有的 所以现在对于他历史的 本益比来说 确实是 比较高 那你说 5块的EPS很多 但股价也有反应 所以呢如果我是没有持股的人 这个时候我就 会先观望其他的 因为我觉得风险是一个考量 毕竟 他的这个股价 也算是蛮高的 可是对于他已经买的人来说 我觉得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问我们是 要不要加码这件事情 他不是问说是不是要卖了 我觉得他的蛮笃定的 他蛮笃定手上原本的 并没有要挺立 而是反而想要继续加码 因为他用存下去 对没有错 所以他想累积部位 他你中间都不累积 找到100块了来累积 对 那我觉得他留着的 这个想法也是不错 是因为 今年配3.5块 那如果你以现在要买的人 他就觉得说 质率率3.多% 太低了 不高 但是他是买50几块 所以他质率率超过6%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毕竟 中信店还在成长 今年前两个月 营收 年增还有这个30几% 也等于没有意外的话 明年搞不好可以更多 对 那这个就是他说到了 其实台电的单 应该已经陆陆续续在路上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重店概念股很简单 在台湾他们最大的客户 基本上就是台电 那台电呢 是这个10年的 强人电网计划 之前在我们Podcast 或是我自己YouTube都有讲过 这个5000多亿 你说单还在不在 一定还在 这是 10年的一个计划 不过也因为我 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 这种重店公司的好处是说 看了单 你看得到 因为台电 给了5000多亿 台湾的重店的公司 要么中心店 华城 市店就是这几家 所以你看得到 也吃得到 可是呢缺点就是说 也没有更多可以吃的 假设没有新的预算出来 所以当这种 单看得到吃得到 不过 这个单 不会瞬间 因为 比方说你是借iPhone的单 iPhone卖很好 他可能给你下两倍三倍 可是台电不会突然说 我马上要推出一个 一兆的计划 所以当遇到这种公司 在飙涨的时候 你的风险意识 其实要越来越高 所以最后回到他说能不能加码的议题 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遇到涨高 的存股 我会先看我的部位 例如说 我持有一档 公司 10张 他涨很高了 你买一两张假设 你真的就是最高 他没有再继续涨 那可能跌下来 你买两张 你原本10张已经赚很多了 对于你整体的 这个伤害其实是很低的 那万一又继续涨 那你也不会觉得说 错过了 所以我觉得要看你的部位 那你原本如果是就买一张的人 成本50几 然后你就又买一张100的 马上成本变成80 你又遇到股价如果大盘不好 或者是说真的能源股的热潮 退了 又跌到80的时候 你最后变成什么都没有赚到 所以我觉得说 遇到 涨高的 个股能不能加码的时候 两个 想法 第一 我加码的部位跟我原本的部位 比起来这个比例是怎样 就像我刚刚讲 第二 他现在的EPS 对应这个股价 是不是还有 甜甜的 安全边际 如果是合理 但是没有安全边际的话 你又看不懂 之后还会不会继续成长 那另寻踏欢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好我觉得 阿格里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他是接标案 接标案的好处就是 在手订单多少可以算得出来 可是会不会有额外的订单 可能就不见得了 因为他已经被他的这个标案 就是已经填满他的 他不是做外销的吗 对他也不太肯突然爆增说 我接到一个标案 还能额外再接50%其他人的单子 其实不是 所以业绩算蛮固定 接下来就是本益比的问题 以前就给12倍到13倍 现在可能给到20倍 那当然我们知道发展能源型的 例如说 有一档叫高丽 高丽也是高 真的变靠力了 可能本益比好不好 30倍了不起 IP股好不好 本益比40倍了不起 他会有一个上限 所以的话 当他超过20倍到25倍本益比的时候 也许他的股价成长空间 不见得那么高 那什么时候要买勒 事实上我觉得他有个好处是 他是投信很喜欢的工具 所以前一阵子有一点说 国际的金融的 银行事件的时候 投信为了调节自己的风险 有卖出一点 卖出一点说股价就有压回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 他的产业成长前景不变 标案的 状况不变 只是筹码产生了松动 反而会是 想要长期买的人的一个好买点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留意的 所以总结来说应该还是 你对这家公司了解到底到多少 因为你对他了解够的话 下跌你可以知道说 有机会减便宜 或者是说他长高了之后 你会想说 那之后有 机会更高 所以还是回到你对公司的了解 而且投信很讨厌 现在时候卖一卖啊 前两天就3000 2000张这样把它买回来 就瞬间买回来 因为觉得可能那种金融危机 已经受到控制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的Podcast 里面讲的蛮多基本面的论述 是因为 我觉得 我跟赵华翔带给大家的投资 就是 能掌握你能掌握的事 不要一整天想掌握你 无法掌握 像很多人说 这个外资在卖 所以他就跟着卖 可是有时候外资呢 卖有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就像刚刚赵华讲 瑞幸 到底有没有人会收购 不知道 那我先 先跑 有人收购了 再买回来 有时候是为了这种短期的 事件的预防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可能是 他的客户 在 恐慌 把这个基金卖掉 那他 就对应要在股票市场 做出一样的动作 所以呢 我觉得在股票 技术筹码 以外 基本面 你如果这三者 能综合来看的话 就比较不会 会措施一些判断 有一集我们可能来讲筹码 因为筹码的话 个人是觉得 不管是投信筹码 或是有一些大户分点筹码 是比较重要 外资 就像阿格莉讲的 可能他有他各种国际考量因素 他只是台湾这样权重 他就卖 他不是看坏你啊 对不对 好 那希望能够为这位 阿斯特朗 特朗 对 他很尊荣 专门 Youtube 真的耶 就因为你好像是第一个问问题的 对不对 好 所以特朗炮 简称特朗炮 希望今天的回答能让你满意 对那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一集的 也欢迎大家到这个Apple的Podcast 或者是Spotify 搜寻赵华与阿格莉兹 有求必应 那就可以听到每个月 总共有四集 假设一个月是四个礼拜的话 就有四集的公开版 如果想要再进一步听到更多详细的回答内容 或是发问问题的话 就可以参考一下 VIP版 好VIP的话一个礼拜都会有两集 回答很多大家想要知道的大小问题 好欢迎大家来订阅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 下一集再见 拜拜